大家好,歡迎來到香港室內設計更新工廠 提供的室內設計裝修工廠本地過程 今天是講鋼鐵 本貨內容是什麼呢? 鋼鐵是無處不在的,就是所有生活的一切 鋼鐵可以幾乎代表一切 國家的工業是否發達、經濟 都是看鋼鐵的生產量 鋼是如何提煉 鋼是很有用,但你要懂得提煉 鋼是分類、應用、鋼鐵是finish 表面的處理,常見的鋼鐵的構件 鋼鐵的提煉 以前有生鐵,不會提煉鋼鐵 以前要煉鋼鐵的人就懂得燒鋼鐵 打,打完又浸水浸水,油膽,千錘百煉 因為它打的意思就是把鋼鐵的鋼鐵打實些 打到它不太脆,變成要打幾百次 鋼鐵的鋼鐵的鋼鐵 而且它燒鋼鐵就會變成把鋼鐵分子 煉鋼鐵分子 煉鋼鐵的鋼鐵分子 就越打,不太脆 所以以前鋼鐵就不斷打 用鐵師傅的 不斷打,不斷打,不斷打 然後燒鋼會浸水 雙方會學習鋼鐵,有鐵礦砂,鐵礦砂,鐵礦砂 冠這是甚麼 perde!!!! 德國鐵礦砂的鋼鐵很豐富 德國的鋼鐵藝很發財 鋼鐵的鋼鐵謝謝 首先钢铁有矿砂煉成生铁 生铁用高炉 说明高炉是很高的 高炉上面将生铁砂、焦炭、石灰石放在上面 锅炼到铁水就在下面放出来 十多小时 生铁已经是一种成品 可以用锅铁和石灰石 组铁ắn马铁铁的炉石 也包括材质氧化和氧化和氧化 是有害的,氧化碳是有用的 要控制坦素的含量 乳化会越少越好 练出来成为钢锤铁 然后将这些钢铁炸,热炸,冷炸,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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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形,跳跳拉成形 为什么有热炸和冷炸?热炸的意思是不用那么重的机器 因为它烧熊了钢铁才去压它 用来移开铁炸,拱锅,它擀砍出來的 烧熊了它是容易一点,冷炸的意思是热炸到后才会压力 热炸的时候也很容易很热,还要数百吨的機器硬力 但是它煮出来的就是冷炸表面会更漂亮,站起着 热炸出来,热焦焦烧烤后凉起,有些氧化皮,可能变成形 冷炸,冷炸,热炸的好处 后面的公仔就是拿着一支铁 不知对什么 以前的钢铁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现在拿着铁放在高炉下面 锁个洞 让高炉下面的铁水流出来 因为它烧烧在高炉下面 它没有那么闻 它用防火泥 转着那个洞口 到时它练好铁水 用一支铁水锁开防火泥 让铁水的铁水流出来 这个原因 所以图片好像有人知道 有很长的铁铁 这样 降下来 我知道它当做什么材料 都很多种类型 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类型 降下来 一般的降下来 是0.02%到2% 如果说到2%以上 就是生铁 生铁来的 0.02%的就是 Ken & 铁铁 氮 碳银 碳 炮氧 彩矿CARBON STILL 这个都有国 Marcusing 国标及欧盟 国标及欧盟 国标有英文版 한국华 国标越绰柊 英文版英文有国标 高碳钢,高碳钢是机械,钢没有用,做机器那些 高拉力钢,高拉力钢就是低碳的,0.0%的碳含量 一般建筑的钢筋,高拉力要承受一个很高拉力的高拉力钢 最普通的钢筋,软钢低碳钢 它软钢都是低碳含量,低碳含量不是那么高 一般的钢铁、槽、扁都是属于低碳钢的 你看到整条钢铁都软了,很有弹性 我们属于软钢,用最多的工程去做软钢 低合金碳钢,低合金的意思是它昨天有少量的合金 比如这些猛钢,加了钢铁是非常耐磨的 比如那些坦克车的理带,它就是猛钢 它可以做理带走一路走一路走一路 但当然它加了一些就很硬 它钢有硬的好处就是没有拉力的优点 它就是耐磨 微晶的微晶钢即是超级钢 即是它变成了各种指标都很厉害的一条可能 很小的钢做到很大力的,支撑到很大的重量 这个微晶钢,但我们工程当然不会用到微晶钢 它要好一点,当然是贵一点的 这些钢,如果地盘有要求,有细事件报告,真良证明书,LAP,TES 要提交报告,当然小工程也不需要 合金钢,合金钢即是我们一般工具钢 如果我们常用的,如果我们常用的乌钢,乌钢 加了乌就很实正的,钢板,加些乌很实正的 那乌钢,刀剑的风力加了一些雷尾,就变成内蒙很多 即是不用说,整几整就会炖了,高价钢呢,几百元一百元刀子那些就用乌钢 不秀钢呢,就是LAP,不秀钢,有10%以上的LAP 不秀钢才算是不秀钢呢 那银钢呢,物理性能,当然做小工程也不用管那些物理性能 但如果是做大工程,譬如你计划工程师那些就很需要知道那些 降格你的那个机构的物理性能,如果他入职,可能要提交那些指标那些证书那些 一般来说,最有一个Yield strength,屈服强度,即是咬屈了之后,他不会带回转头的强度 NPA来计算的,几千吨 但是这个表,这个表,这个表是一个钢板的那个,那个表是215 即是,他的屈服强度是215的NPA,数下来,这样就做红级数 那当银钢的,那这样,也非常的有纪律,压怨化,那些钢级数 这个最高的就是千吨,NPA,热热化,日本钢级数这些气候 80-200度开始热化了,500度就凹了,所以钢铁有一个问题 所以要噴防火泥,一般的火焰是800度以上 燒兩燒半小時就倒閉了,所以鋼有這個缺點 有膨脹性,像張冷縮,就是鋼筋,臨斷之前還會延伸拉長 拉長多少呢? 衝擊可載,影響,布什法,HB的表面 HB的圓筆,刮在表面,可汗性 因為鋼的合成,合金裡面的雜質都不代 有些鋼的複雜不是太好 鋼鐵在建築裝修工程的應用 你看到這些鋼鐵最常用 搭一間房子、搭一間房子 通常會用到工智、槽、結構形材、五氣房、搭屋、鋼筋 我叫英文叫巴,不是酒吧、喝酒的酒吧 它叫巴的,一條鐵扁也叫巴 一般是reinforcement bar,簡稱是rebar rebar就是在說鋼筋的意思 有些人可能在外行說巴,以為是酒吧 不是啊,我們當然是做鋼槍、鋼槍 以前有很多鋼槍的,現在已經沒有人用鋼來做鋼 鋁、銷鋼、刀具、工具 通常工具,師傅很喜歡說風鋼 說我這個風鋼跑來,風鋼 風鋼的意思是加了污來,到很高溫之後 它仍然可以保持這個硬度 變成不會運用一下,它就軟了 一般的鋼鐵一軟了,它就切割不到 但是風鋼仍然保持這個硬度 它仍然會割東西 所以很高速地割這些機器 切割、高速鋼 風鋼,高速鋼也叫做 對於工具來說很重要 每個人的師傅都說我風鋼轉載 我這個風鋼,我這個跑,什麼叫風鋼 什麼叫風鋼才好用 採鋼、壓型 壓型板,我們知道一般的坑板 CADING都會用到 CORRORGATED PLANE 波浪型的坑板,壓型板坑板 有時候做屋面,通常都會用壓型板坑板 管道,彈弓,彈弓向機械很重要 彈弓,彈弓向機械很重要 彈弓向鋼,當然我們做這些 做裝修工程就沒有那麼重要 講,什麼大型工程 講,鋼材的表面處理 我們就本來用那些鋼 當然我們很容易生鏽鋼的表面 大家知道,通常有些紅彈 油漆來鋼 有些紅彈,防瘦,做底油 然後上面還有些磁油 另外最常用現在政府規定 就是浸深 浸深,倒深 如果地平泊坑板 浸完水 浸完水 熱深,熱深 冷深 煮熱深 煮熱深 才放鋼鐵進去浸 現在政府講的鋼鐵 都要浸完水 加分賴成 英文叫做加分离星 我们看到有些星铁,有些化的,很漂亮的结晶的花 那些属于热碟,就是热浸身 然后经过慢慢地冷却,变成了一些结晶花 一般地盘用的港铁都是冷浸,冷浸身就不会有星花 电导,烈子导,要求高一点 除了导层,有什么是涂层,coating coating即是噴漆或油漆,有很多种 有很多东西噴漆 静电噴涂,电湖噴涂,噴漆的机器都很重 防火泥,我们想见,防火泥液噴在钢筋里面 让它不会太软,受热就变软 粉末噴涂,跑得高 我们看见有些披漆高,我们平时乘坐地铁火车站那些 有些金属都是粉末噴涂,厚身一点的,电涌,电涌 就是将油漆的分子用电,电在材料上面 那些导层和涂层都是加上去的,就是一层东西 那层东西有机会掉出来的,因为它不是和钢铁化合的 所以它不会掉出来的,anodicin,最常见的就是那些铝的anodicin 就算你弄化了铝,它日子久了,它又会生化的,因为它表面会氧化的 那些表面,蓝色,你看见那些金属铁,黑色的,窗炮,黑色的,发黑 发黑处理,发黑处理的时候,是浸一些铁石,刮它,刮它,刮到表面 然后再浸其他药水,用一些高温,刮完再浸药水 那边一层,在本面就会发黑,氧化了 化学合成,chemical synthesis,浸泉花,浸碳 当然这些比机器用多,这些很硬的化学合成 物理fiscal,用物理的生气,装修工程比较多用 就是磨砂,打砂,压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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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要处理,这些是物理性能力 表面没有改变,没有化合 食花,用酸食,酸食可以说它是化学的,但这些都是 当作物理的,脆火,脆火就是 然后用水或其他药水浸它,让它表面硬化 那些炭的吸盘就少了,让它表面就更加硬 物理性能力 物理性能力 上次的钢扣件 就是钢铁的成品 就是钢铁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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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steel sections 就是extrusions 就是枝出来的 extrusions 方圆各边吵 C channel就是私吵 角 U吵 有时T 有时H就是工智 搭个角仔 就要用到各样的steel sections 钢筋,钢桩,这些建造用 管材 管材,一般的原水喉都是钢管 原水喉 倒了一层升,所以叫做原水喉 灯喉都属于原水喉 原水喉的意思就是杜身 板材 洞板,坑板,花板 这些叫做花板 上面有一个checker 英文叫checker 这些叫做坑板 正隔形的 它是一个轮子出来的 一部机器可以轮出来的 用来做cadding 做屋顶,或者做长身 都可以的 在这间田屋,用这些做铁皮屋 就用这些做长身 performerator 即是洞板 比如这些洞板 一块铁皮屋上面有些洞 洞板 梳气 网材,现在很多 网材批档网 批档网之后 批英尼沙上去 批档网 有些 有些 拦着一些东西 有些 擋住 一些材料 有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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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了这些砌砖的网络,它就会硬赤很多 草骨slot channel,就是这些草骨,钓鱼啊,电灯啊,经常会见的 去到商场或者什么地方,经过担高头都会见到这样的slot angle 大约丝干,收尸帽,我们记得你的背景,相当的角材,方通,扁,角,角槽,圆,圆,一条圆的巴 这些方通也有,有方,有圆,有四方,圆,巴,这么大,六串的方通也有的 这些就是角铁,有等边的,有不等边的,l角的 你看它有些不同颜色的颜色,油了那个H那里,那个横头那里,尾那里 它有些不同的等级,有些可能是不受钢,你看这些 啊,不受钢的角铁来的,它是用来分的,那些不同种类的钢铁,钢铁有很多种的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硬度,你看它有些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 我们来说这些钢铁的扣件,这条槽,做些底掌,一个角马,钓铁,拉门,推拉门 如果我们来说钢铁的施工啊,怎样去刊,烧风霉啊,怎样去屈啊,怎样去摺啊,烧电湖刊啊,即是烧 烧牙丝啊,电湖,烧牙丝啊,我们来看这个,装修工程入门 这些,这些,我们这个Youtubechannel,我们有一套片,是讲装修金属工程入门的 那里会讲,一些比较多的,那些,金属的施工啊,怎样去煮东西啊,煮东西啊,煮东西啊,金属的切割啊,那里会比较, 涉及多些,讲这个施工,金属的施工啊,电汗啊,这样 好了,检要了,讲了时,讲了这个港铁的 finns的资料,啊,希望大家有學到的去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络我,查询,各方面的工程的问题 多谢各位欢迎